认识的人都知道他有个爱他如命 把他像是皇帝一样供着的妻子 家里的两个大衣柜里面装的都是他的衣服 他自己只有个小衣架 家务从来不让他动手 他都收拾得妥妥贴贴 如果他中午忙得回不了家 他就亲自送到他公司风雨无阻 在一起这些年 他所有的生活都被他照顾得妥妥贴贴 事无巨细 时间久了家里全是他的东西 甚至都找不到多少属于他的痕迹 所有人都说孟池欢爱他都爱得忘了他自己 之前他也这样认为 所以当他说上次去美国出差 偶遇高中的初恋宋池一起吃了个饭时 他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却没想到他为他做的一切 也都不过是他曾吃恋过宋池的证据 宋池回来的那天晚上 他提前下班告诉他说 觉得美国也没那么好 他不想去了想跟着他一起去芬兰 芬兰是沈燕最喜欢的国家 之前有好几次去芬兰的机会 沈燕请求孟池欢跟他一起去都被他拒绝了 没想到他突然想陪他一起去沈燕高兴坏了 可凌晨两点却收到一条短视频 视频上一男一女在海边看夕阳 宇的依偎在男人的怀中一口一口为他吃水果 宇的脸上洋溢着甜蜜的笑 看男人的眼神满是纵容 正是宋池和孟池欢 沈燕看着画面心凉了半截 他转过身想邀请孟池欢 问问为什么要背叛他 手机上又弹出一条信息 知道他为什么叫孟池欢吗 是高三那年他为我改的名字 意思就是这一生一世 他只会讨我一个人的欢心 紧接着又一张照片发了进来 是一张泛黄的信纸 上面就写着那句话是孟池欢的字迹 突然之间他失去了去质问他的勇气 他怕自己真的是输了的那个人 怕这三年的婚姻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骗局 而且刚刚孟池欢还说愿意陪他去芬兰 或许宋池就是狗急跳墙 才伪造了那个视频 挑拨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对就是这样 老公你怎么还没睡 孟池欢被手机的光线黄醒 迷迷糊糊伸手温柔俯上他的眼睛 快睡吧老熬夜 嗓子哑得厉害 怎么你听上去像是要哭了 孟池欢睁开了眼睛一脸关切地看向他 沈燕你不要吓我有事跟我说 沈燕看向他心头一片酸涩 正要说话他的电话响了 孟池欢接了电话脸色大变 你就在那里不要动 我马上过来 老公宋池在酒吧喝醉了 我得马上过去一趟 他一把扯过外套冲出了门 碰一声巨响卧室里只剩下他一人 沈燕到了嘴边的话被堵了回去 幸亏他没有问 否则就是自取其辱 三年来每次他说要个孩子 他都找借口拒绝 扭头看向两人的结婚照 沈燕红了眼眶 当初孟池欢说自己没有安全感 他想都没想就把房子写了他的名字 甚至把工资卡也给了他 现在想离开时身无分文 才知这三年来他对孟池欢交出了什么 猴头哽咽着他给同事打了电话 能不能先借我一千过两天还你 大佬你还缺钱啊这不科学 电话那头传来同事小陈夸张的声音 一千块钱对你来说就是洒洒水啊 嗯 突发事件有些急用 不知道怎么解释 他年薪百万一千对他来说的确不多 但事实就是陷在他手头上 的确只有几十块零用钱 也不好在这个时候孟池欢开口 同事转了一千块钱过来 他谢过之后打开电脑去写离婚协议 写好之后放在一本 印着自由女神的相册当中 这些年来想像册一直放在床头最显眼的地方 里面第一张便是孟池欢坐在他怀里 用嘴给他喂草莓吃的画面 当时摄影师说这张拍得特别好 现在看起来竟有些恶心 他从上面把自己的部分剪了下来 和尚画册打算去厨房烧掉 出门却看见宋池四氧八叉 躺在客厅的沙发上 孟池欢正在给他清理呕吐物 心疼道你别动 再动又吐了明知道胃不好 还要喝这么多 沈燕将在门口下意识 把照片揣进了裤兜里 问你大半夜冲出去 就是为了带他回家 想起宋池给他发的那几条信息 他都能想象他现在心里有多得意 沈燕的声音不由有些颤抖 一向对他无微不至的孟池欢 却并没有发现一场 他的注意力全都在宋池的呕吐物上 只是随口回答 老公你别多想宋池 他刚回来 还没安顿好住处呢 这深更半夜没地方去 先让他在家里暂住几日 他说的理所当然 沈燕心口发疼闷闷地问酒店 不行吗 酒店那种地方 他肯定不能住了 里面都是别人用过的东西 宋池他有洁癖 受不了那个环境 你去把卧室的床单换一下给他住 柜子里有我专门给他准备的 沈燕钻井拳头 孟池欢一抬头看见沈燕 早就红了眼睛 这才后知后觉对不起我 话到一半却解释不出口 这套房子是沈燕专门 为他们结婚准备的 为了能尽早和他在一起 沈燕连着一整年加班 到凌晨三四点 熬到最后身体都差点垮了 为的就是能让他出嫁那天 住进自己的婚房当中 而不是出租屋 可现在他却要他把婚房 让出来给宋池住 他一边说着宋池有洁癖 一边又给他清理呕吐 沈燕突然觉得 这个世界真的好魔幻 他哽咽了一下说没关系 事已至此他也没什么好说的 离婚协议已经写好了 只等签证下来 孟池欢签字之后 他们就一白两散 有些胃疼 他转过身 脸色惨白地进了书房 片刻之后孟池欢发来信息 老公你要是胃疼的话 就在外卖平台上下个单吧 我有些不舒服 今天就不下去买药了 可紧接着 他就听见了宋池的声音 欢欢我难受 想喝你煮的醒酒茶 你等一下家里没材料 我马上出门去买 传来孟池欢下楼的 急切脚步声敲的沈燕 胸闷气短 他捂着位趴在窗口 有些响吐 强撑着在外卖平台 买了一盒骂叮铃 一盒开胸顺气完 然后发了一条短信出去 去芬兰的签证哪天下来 他有些等不及了 沈燕吃了胃药之后 便昏昏沉沉睡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 孟池欢一反常态 并没有像往常一样 去准备早餐 见他出来 有些迫切地问 老公你公司领导 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去芬兰啊 想到能陪你去到 你最向往的地方去生活 我已经等不及了快了 沈燕看了眼手机信息 也就这几天吧 那真是太好了 孟池欢欢心雀跃 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 我们还能过个圣诞节 去森林里看麋鹿 然后一起去滑雪 看北极光 沈燕不想理会她 我去厨房准备早餐 孟池欢一愣 这才不好意思道 对不起阿老公 昨晚宋池折腾了一夜 我没顾上给你做早餐 看你脸色有些不好 是不是很饿了 要不我给你点个外卖吧 没事我自己去做 沈燕躲开了她伸过来的手 往厨房走 孟池欢一晚上 都顾着给宋池收拾烂摊子 给她熬醒酒汤 哪里还顾得上 她吃不吃早餐 沈燕心里苦涩 准备去煮个燕麦粥 身后传来宋池的声音 欢欢我突然想吃你做的瑞士卷 行 你再去睡一会儿吧 我这就去给你做 孟池欢走进厨房 扫了眼灶台到老公 要不我给你点个外卖吧 宋池不吃外卖 我只能在家给她现做 她是客人 你就让着她一点好不好 沈燕转身时 见她正眼巴巴看着自己 语气是温柔的 但说的话 却和她在无关联 张口闭口 就是宋池沈燕突然没了胃口 你们吃吧 我去上班了 她放下食材 转身出门 老公你还没吃饭 孟池欢追了出来 眼睛里是止不住的担忧 要不今天你请假休息吧 我下午陪你去医院 沈燕转身看向她心情复杂 沈燕你知不知道 你今天享受的这一切 都是欢欢曾经爱我的证据 宋池光着身子 只穿了一条裤头 出现在卧室门口 见她看过来得意挑衅 她以前啊 就是个只知道学习的闷葫芦 别提整理家务 做饭开车了 就是自己一日三餐 都弄不明白 但是为了我 她学会了打扮自己 学会了唱歌跳舞 把自己整理得干干净净 也学会了做饭 洗衣 打理好我所有的生活细节 不信你问问她 连我喜欢穿什么牌子 什么材质的内裤 都一清二楚 宋池的声音 在他们的房间里 轻快跳跃着 沈燕的目光 落在她的裤头上 是和她一模一样的 品牌材质和款式 还有宋池昨晚换下来 已经被洗干净 挂在阳台上的衣服 都在她家的衣柜里 挂了一模一样的套装 原来孟池欢送给她的 这一屋子的东西 竟没有一件和她有关 全是宋池留下的痕迹 她把她当成什么 胃疼得越发厉害起来 沈燕醋眉看向孟池欢 孟池欢大概是发现了不妥 于是白了宋池一眼 宋池你别胡说八道 但与其温柔 听上去更像是纵容 沈燕只觉得心口 好像被人狠狠捅了一刀 再也没有了 在这屋待下去的心情 我一周之后去芬兰 公司还有些事情 需要交接一下 我先走了 说完就转身下了楼梯 你等一下我陪你过去 顺便去买一点黄油 回来做个瑞士卷 孟池欢从里面追了出来 声音听起来很雀跃 如果只有一周的话 我们不但可以一起过圣诞节 还能在极光下面 过个结婚纪念日 老公我真是太开心了 她跳起来猛然抱住了她 沈燕僵硬地站在原地 麻木道 是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 到时候一起送给你 东西就在床头相册 屋里突然传来 宋池的声音 欢欢我好像过敏了 是不是吃错了什么东西啊 孟池欢突然转身 丢下一句话 你先走 我去看看宋池 她的过敏症有些严重 沈燕回头时 她已经丢下她 一头扎进了卧室 隔着一道门 她看着这一屋子的东西 突然赶到反卫这房子 就直接挂出去卖了吧 她没再迟疑转身下了楼 在门口早餐店 买了一碗粥 然后去车库开车 没想到刚走到门口 就看见孟池欢 半搂半抱着宋池走了出来 老公宋池过敏 喘不过气来 我得赶紧送她去医院 要不我先送她去就诊 然后再送你去上班 你看好不好 她累得气喘吁吁 在龙东 有种热气腾腾的感觉 沈燕看着她有些凶闷 她头也没回转身 去了公交站 上车时 孟池欢发来一条信息 老公真的很抱歉啊 她很快就要走了 你忍一忍下周 我就跟你一起去芬兰 但紧接着 宋池也发了一条信息过来 是一段通话录音 审宴点开里面 传来宋池和孟池欢的对话声 欢欢圣诞节之前 我要去芬兰了 你能不能陪我去过圣诞节 看极光做雪橇 骑迷路一起去滑雪 真的吗 你要去芬兰 你什么时候喜欢上芬兰的我 怎么不知道啊 孟池欢的语调里满是遗憾 宋池很随意地笑了一声 就最近在美国卷得有些累了 想去芬兰养一养 那边地广人稀 适合亲近大自然 是沈宴从来没听过的 她还记得这几年 她每次劝说孟池欢一起去芬兰 孟池欢都一副很抗拒的样子 说自己更喜欢美国 芬兰人太少到了极业 太寂寞了 她受不了那样的环境 原来喜欢与不喜欢 受得了与受不了 只跟和谁去有关 难怪她突然急不可耐地想去芬兰 沈宴讽刺一笑 仰起头看了眼天空 她怕一低头眼泪就会落下来 孟池欢在这个时候 打了一个电话过来 老公我们去芬兰 需要带什么东西 我现在在外面正好可以准 沈宴不想再听她说 芬兰两个字把电话挂断了 她把送吃发来的所有消息 一一保存 然后去了公司办理交接 顺便把桌上 她和孟池欢的照片 丢进了垃圾桶 之后给她发了的短信过去 芬兰那边的公司 需要财产证明 你把工资卡准备一下 我抽空拿去办手续 这些年来 她的工资卡上至少有500万 除了买房买车之外 剩余的怎么说也有200万 她想把钱要回来 却不料发来语音的 却是宋池 不好意思哈 欢欢去洗澡了还没出来 要不等她洗好了 你给她再打个电话 语音的背景音里 传来哗啦啦的水流声 宋池突然问到沈宴 你知道欢欢这几年 为什么一直不跟你生孩子吗 沈宴脑海里嗡一声 有什么东西炸了 为什么她抿住嘴唇 沉沉问了一句呵呵 语音里传来宋池嘀嘀的笑声 像是竭力压制自己的得意 又好像是故意表现出来 就在刚刚她说 宋池求求你给我一个孩子吧 没有孩子 我这一生不完整 沈宴气血上涌 攥着手机半天才回过神 她把音频点开又听了一遍 只觉得浑身冰凉 心房颤抖 微又疼了起来 她吞了一片骂叮铃 打车回家 路上孟池欢打了电话来 宋池说 刚刚你给我打来的电话 是有什么急事儿吗 你在外面还好不好 中午我给你熬点养胃粥吧 看你脸色不太好 沈宴打断了她 突然问到老婆 跟我去芬兰 你是认真的吗 我这一次过去 恐怕要在那边定居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当然是你在哪里 我就在哪里了呀 孟池欢欢喜地说道 这么多年 你陪我留在这边 剩下的日子里 我当然是要陪着你 去实现你的愿望 居然还在骗她 沈宴深呼吸 话锋一转 那么 我们生个孩子吧 好了 等宋池走了之后 我们叫个孩子 电话里 孟池欢的声音有些兴奋 可沈宴感觉到的 却只有讽刺 双手颤抖着 她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那么 你去把我的银行卡准备好 我下午出去办手续 刚刚公司说 那边可以安排家庭定居 但是需要财产证明 还要财产证明了 孟池欢有些迟疑 但最终还是道 那你回家来拿吧 沈宴放松了一些 盯着外面阴沉沉的天空 往家里走 她不喜欢这个城市 从一开始就不喜欢 这里人口众多 污染严重 定居的这五年 她就没怎么见过 正经的蓝天白云 就连太阳 都是无精打采的 到了这个季节 一派浑浊的景象 倒像是世界末日 现在 这一切终于要结束了 她看了眼日历 盘算着 用不了几天 她就要永远离开这个城市了 回到家的时候 孟池欢正在吹头发 身上是刚换的家居服 老公 我们要搬家去芬兰的话 家里这些东西怎么办呀 沈宴扫了眼四周 觉得恶心 不要了 可也不能全部丢了吧 毕竟 这里有好多东西 是我们生活的见证 还有我送给你的礼物 我们的照片 孟池欢有些舍不得 毕竟 你赚钱也不容易 这些东西都是新的 要不我们打包邮寄过去吧 她扭头 眼巴巴的看向她 沈宴想笑 东西确实都是她送给她的 但每一样 都是照着送池的喜好买的 这句话沈宴没说出口 只是笑着看向她 这些确实都是你送给我的 那么 送了这么多年 过去了可以重新送了 总不能说 去了芬兰 你就不送了吧 孟池欢一愣 点头笑起来 你说的也对 去了给你置办新的 新的开始 就应该有新的气象 沈宴抬头时 宋池正躺在卧室床上 抖二郎腿 朝她露出戏谑的笑 发了两条信息进来 是啊 新的开始 应该有新的气象 我们芬兰见 沈宴扫了眼手机 目光落在了床单上 一股怒火压制不住 床上扑着的 是孟池欢 是始终都舍不得 拆封的那套 五千多的法式四件套 还记得品牌的宣传与世 愿得一人心 白手不分离 原来那个人 始终都不是他 但是 四件套是他买的 千挑万选 准备给三周年纪念日用的 现在却铺在宋池身下 他上前一把把被子 从床上拽下来 扭头红着眼睛 看向孟池欢 你为什么把这个给他 你忘了我为什么买它 对吗 老公你听我解释 孟池欢想起他买 四件套那天说的话 脸上浮现一亩愧疚 呀 宋池的手机 不知怎么回事 从手中掉落 砸在了脸上 孟池欢下意识扭头 见宋池捂着眼睛 沈燕你干什么 孟池欢心下一景 而沈燕一把推出去 扑向了宋池 就一套被褥而已 你至于伤害他吗 宋池 你没事吧 声音难言紧张 沈燕被被子绊了一下 撞在了衣柜上 额头出了血 却抵不上心里的疼 宋池的手机 是自己掉下去的 可孟池欢第一时间 确实不分青红皂白 对他动手 宋池有些得意 冲着沈燕调了调眉 孟池欢没发现 抓起宋池的手上下 检查他的眼睛 有没有伤到哪里 我送你去医院 疼 宋池哼唧了一声 我去拿个毛巾 给你敷一下 孟池欢起来 白了眼沈燕 老公 我跟你在一起快五年了 没想到你这么小度鸡肠 还有暴力倾向 他没注意到 沈燕也捂着额头 血迹从指缝里涌出来 沈燕盯盯着他的背影出去 心里突然静了下来 宋池看向他 扑斥一声笑了 沈燕 你这样有意思吗 沈燕扭头看向他 你也看到了 他的眼睛里 心里 自始至终都只有我一个 你就这样和他生活在一起 有意思吗 沈燕 你该不会是个寿命狂吧 宋池的眼睛里 是看好戏的神采 沈燕没说话 他捂着额头自己回到书房 调出监控录像保存起来 抬眼看着外面飘雪的天空 突然之间就湿了神 是啊 有意思吗 没有意思 他和孟池欢之间 是时候结束了 沈燕从外卖平台 点了点符和止血药 叫小哥送上来 孟池欢在外面忙来忙去 在送吃并不存在 伤口的眼睛上 冷敷了半个小时 沈燕出门拿药的时候 他才注意到他额头的伤口 愣了一瞬扑上来问 老公 你怎么伤成这样啊 你干什么了这是 你真的不记得 沈燕攥紧点符 看着这个三年 同床共枕的女人 感到从未有过的陌生 孟池欢被他盯得心虚 是不是我刚刚推你那一下 对不起啊老公 我 沈燕转身 拿着点符转身回了屋 对不起这三个字 他听腻了 只要宋池在这个家 孟池欢对他所有的感情 最后全都会转换成对不起 老公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原谅我好不好 其实宋池在家里 我也感觉很烦 但他是客人嘛 过几天就走吧 等我们去了芬兰 就会好起来 孟池欢发来了两条信息 要不这样吧 这些年 你不是一直说要回母校看看吗 那我们明天就去 让他在家里自己待着 沈燕不想答应 但他和孟池欢的之间的事情 总要找个合适的机会说清楚 宋池在是说不明白的 也许 回大学是个好时机 行 包扎好伤口后 沈燕找房屋中介 把房子挂了出去 屋里的东西都不要了 如果有人要房子的话 看他怎么处理吧 都不要了 中介有些震惊 所有的东西 包括这些礼物 你们都不带走 不带了 沈燕关闭对话框 心口憋闷 他给孟池欢发了个信息 老婆 既然宋池住不惯酒店 那这样吧 今天晚上我们出去住 我记得这几天正好是你的排卵期 我们要个孩子吧 孟池欢拒绝了他 去酒店多费钱啊 老公赚钱辛苦 我可不想让你破费 这样吧 今天晚上 我陪你一起睡书房 你看好不好 也行 但到了晚上 他却很抱歉地看着他 说 老公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宋池的过敏症又犯了 我晚上得守着他 毕竟现在他住在我们家 万一出点是半夜休克了 咱们也说不过去 正找着借口 抬头就看见沈燕眼底的机巧 老公 我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 那是哪个意思 沈燕冷笑了一声 转身拿上了工资卡 我一个人出去睡吧 明天早上顺路去公司 下午在母校等你 说完 就走出门去 孟池欢在身后喊了一声 那你在外面小心点啊 如果胃不舒服 就去诊所看看 点外卖的时候 不要点太油太辣 沈燕戴上了耳机下楼 直接去了银行 但是没想到 卡里的钱比他想的少了很多 只有118万 剩下的100万像是人间蒸发了 他气得攥紧手机 给孟池欢打了个电话 我工资卡里的钱呢 怎么少了那么多 那个 我弟弟前些天出了点事急用 我把钱借给他了 还没来得及跟你说 电话里 孟池欢有些局促 老公你放心 这钱很快就会还上的 我不会骗你 说着 就把电话挂断了 紧接着 进来一条信息 是宋池发来的视频 上面 孟池欢拿着一块名牌手表 递给宋池 两人站在山顶上 蓄热的光芒 剪出唯美的背影 孟池欢申请款款对宋池说 宋池 我知道你一直想要这款手表 我给你买了 你喜欢吗 那款手表的价格是八十万 沈彦攥紧了拳头 看着外面的血色模糊了双眼 为了攒钱让孟池欢过上好日子 她没日没夜的工作加班 公司里的人女同事都说她是宠妻狂魔 难怪孟池欢把她当个皇帝一样供着 现在她明白 孟池欢心里是供着一个皇帝 但那个人是宋池 她没日没夜攒的钱 也都被她拿去给宋池献殷勤了 一股浓浓的耻辱感涌上心头 她给孟池欢的弟弟发了条信息 你姐说 你借了她八十万 我现在急用钱 你能把钱还给我吗 很快孟于一个电话打过来 姐夫 你胡说什么呀 我什么时候跟我姐要钱了 还八十万 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那你问问你姐 沈彦挂断了电话 她倒要看看 孟池欢还能装到什么时候 为了保险起见 沈彦把工资卡上的钱转走 并把工资卡挂失 又去银行把这些年的流水打赢了两份 包括房屋购买清单全都做了的备份 直到第二天下午 她才发了的消息给孟池欢 老婆 我在公司门口 你开车来接我吧 不出意外 孟池欢拒绝了她 对不起啊老公 我临时有事来不了了 刚刚接到电话 说我妈妈脑梗住院了 我凌晨四点就往家那边去了 见你这几天身体不太舒服 就没有叫你一起过去 老公 你在家好好休息吧 我让宋池搬出去了 床单和被套都已经换了 等我回来之后 我们就一起去芬兰 机票我已经订好了 我们后天走 沈彦看了眼日历 后天是他们结婚纪念日前三天 原本觉得 过去之后在北极光之下 过结婚纪念日挺浪漫的 但现在 现在她觉得 还有两天就能离开这个恶心的城市和女人 才是最浪漫的事情 她闭了闭眼 给丈母娘打了个电话 妈 欢欢说你脑梗住院了 你还好吗 是啊是啊 昨天晚上突然晕倒了 这会儿还在医院躺着呢 挂断电话之后 她又给孟宇打过去 孟宇 你妈脑梗住院 你回家了吗 姐夫 最近怎么回事 先是打电话说 我借了我姐八十万 又找我妈脑梗 我告诉你 我既没欠你家钱 也没有一个脑梗的妈 她好得很呢 今天来海市旅游 我正要去接她 你别再打了 有病赶紧去医院 电话挂断了 沈彦深呼吸 把所有的证据归类 孟池欢骗她 已经骗出经验来了 还知道让她妈帮着圆谎 沈彦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 突然好几条信息谈了进来 一个人逛校园的感觉怎么样 要不 你来圆水衣中吧 我告诉你 什么才叫两情相远 紧跟着 一张照片进来 孟池欢和宋池手拉着手 走在圆水衣中外面的街道上 他们食指相握 肩头紧紧靠在一起 沈彦突然红了眼眶 她还记得 刚和孟池欢谈恋爱那会儿 她有些腼腆 不敢太主动 是孟池欢一把把她的手 从兜里拉出来 和她食指交握 骄傲地说 从今往后 你就是我的人了 以后的日子里 我只会牵你一个人的手 和你一起白头偕老 只有她一个人 当真了 她仰头看了会儿天空 将情绪平复下来 之后打了辆出租车 去圆水衣中 一路上 接连又收到孟池欢的信息 老公 不能陪你去大学母校 我真的很难过 但是没有办法 我妈妈突然生病 我也不能不去照顾 老公 离开你的日子里 我真的很想你 以前在一起的时候 没察觉 现在才发现 哪怕只是分开几个小时 我都想你想得快要发疯 但与此同时 也收到了宋池发来的照片 他们在学校对面的烧烤摊打卡 在操场上拥抱 换上高中生的校服 隔着课桌打情骂俏 最后 宋池说 今天晚上是他的排卵期 我们打算去学校后面的家人有约 他说 要是我们能生个男孩儿 就叫思宋 若生个女孩 就叫牧迟 你要来吗 正好给我们的爱情做个见证 沈焰盯着信息看了很久 没回复 老公 生孩子很疼很疼的 如果是剖妇产的话 要撕开八层才能把孩子拿出来 我好害怕 老公 今天是我排卵期 等过去了 我们再挨挨 好不好 可是我们有避孕套啊 那也不行 避孕套也有一定的几率怀上 我还没做好准备 这是上个月他和孟池欢之间的对话 沈焰下车时 脑海里来回滚动着这些声音 外面天已经彻底黑了 雪下得很大 他把手往衣兜里缩了缩 转身进了路边的包子铺 同事小缠打来电话 燕哥 你和嫂子后天走是不是 我们一起吃个饭呗 要不约门个 不了 我先把钱还给你 等下次你来北欧 我请你吃饭 沈焰转了一千块钱给他 解释道 明天我可能要提前出发了 真的很抱歉 这么快啊 那行 我们下次再院 挂断电话正要起身 冷不丁就看见一道熟悉的身影 急匆匆进来对面超市 他愣了一瞬 忍着心痛给他打电话 老婆 你现在人在哪里 外面下大雪了 你妈妈还好吗 已经醒来了 你不要担心啊老公 我今晚再陪他一晚上 明天我就回家去找你 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土特产 我回去给你带 他从超市里走出来 手上拎着一堆东西 冻得止哈气 但是脸上却是热情洋溢的 沈焰看着他睁眼说瞎话 眼底露出一瞬间的争松 他什么时候变成了这个样子 还是从一开始 他就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他演的这一切 全都是为了送吃 那么这些年 他算什么 老公 你怎么不说话 孟池欢半天没听到他回答 追问 沈焰冷眼看着他上楼 道 没什么 就是三周年结婚纪念 我给你准备了一些礼物 第一份放在我们床头柜的那个相册里 你回家之后 签个字 第二份 啊 真的吗 他话没说完 就被孟池欢着急打断了 那太好了 等我回家之后去看 嘟嘟嘟 电话已经被急不可耐地挂断了 沈焰盯着黑漆漆的屏幕 心里一片冰凉 他竟然 连听他把话说完的耐心都没有 没过多久 宋池发了视频过来 他躺在床上 隔着一道玻璃门 孟池欢在里面洗澡 视线没有任何遮挡 佩文 301 你要来观摩一下吗 沈焰红了眼睛 站在风雪中拨了个电话出去 喂 110吗 家人有约301 有人在嫖娼 之后 便打车前往飞机场 片刻之后 孟池欢和宋池光溜溜的 被警察从家人有约提了出来 照片迅速在网上传开 沈焰给孟池欢的公司领导 打了个电话 很快 人事的电话打到了孟池欢手机上 孟池欢 你到底怎么回事 请假一周 也就罢了 现在网上还传出你出去嫖娼 刚刚你老公打电话过来 问你今天来没来上班 你让我们怎么回答 你说什么 孟池惶惶了 她赶紧给沈焰打了个电话 老公 你听我解释 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那样的 那是什么样的 沈焰坐在后车室里 望着外面白茫茫的雪 面无表情地问 你昨晚不是在陪你脑梗的妈妈 不是 昨晚我确实在医院陪我妈妈 网上那个女人只是长得像我 她真的不是我 老公你误会我了 我没有 孟池惶还想狡辩 沈焰打断了她 昨天晚上 是我打的110 什么 孟池惶将住 突然紧张到头皮发麻 老公 昨天下午 你不是去母校了吗 难为她这个时候 还在绞尽脑汁试探她 沈焰心下冷笑 看了眼时间后 话锋一转嘲弄倒 昨天晚上被抓的那个 真的不是你 孟池惶没听出她语气当中的一场 她当即辩解 真的不是我 老公你相信我 昨天晚上我真的在我妈那里 不信的话 我现在给你打个视频好不好 我就在我妈身边 不用了 沈焰不想看见她 而且以她这几天对她的了解 但凡她说要看视频 她肯定又要找借口 说看不了 她懒得和她再纠缠下去 既然她不见棺材不掉泪 那她就陪她好好玩一玩 沈焰挂了电话之后 把手机关机 孟池欢紧张到毛孔冒汗 沈焰电话关机了 她忍不住看向宋池 情绪激动起来 她什么意思 她的意思就是早就不想跟你过了 所以才暗中监控你 只要找到一点毛病 就让你身败名裂 宋池找到机会见缝插针 给沈焰泼脏水 欢欢 反正这么多年来 你喜欢的人 那个人始终都是我 我们不找她好不好 与我一起去芬兰 我带你去看北极光 伸手就去搂着孟池欢 就要吻下去 孟池欢心情烦躁地甩开了她 眼底满是执念 不 不会的 她不会不要我 更不会监视我 我们说好了明天 要一起去芬兰呢 我一定会把她找回来 是的 这么多年来 沈焰对她只有信任和包容 就这一次 她肯定不会刨根究底 只要以后 她不再和宋池联系 这件事情就算是过去了 欢欢 你 宋池被甩出去 不可置信地看着她 她该不会真的爱上沈焰了吧 可孟池欢却像是突然被沈焰夺舍了 根本没注意到她撞在墙上 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 孟池欢已经下楼 开车去找沈焰 宋池扑向窗口 看着及时而去的小轿车 只觉得心口像是被捅了一刀子 欢欢 你对我说的那些话 难道都只是敷衍吗 她的嗓音颤抖 眼底露出一丝偏执 不可能的欢欢 你爱我 你的心里只能有我一个 我一定会让你回到我身边 紧接着 她也追了下去 沈焰的飞机在大洋上十个小时 落地后 她才打开手机 给芬兰那边交接的人打电话 你好 我是沈焰 我到机场了 看向外面一片白雪 她恍惚在想 这一场大雪 能把那些肮脏的事情掩埋吧 等天晴了 就是新的人生 电话那边 传来一道神秘的女生 拾目当归 我在这里 等你很久了 沈焰愣了一下 一时间没回过神 紧接着 一串信息轰炸过来 是梦池欢发来的 老公 你去哪了 你快回来好不好 没有你 我晚上一个人不敢睡 老公 你别这样 你明明答应过我 以后每天晚上都和我一起睡的 你怎么能不回我信息 还电话关机 老公 只要你回到我身边 你让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老公 沈焰还没看完 孟池欢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老公 你终于开机了 我在后机室等你 我换了今天晚上的机票 咱们明天就能到芬兰 我好想去陪你去看北极光 孟池欢嗓音软软的 像是在撒娇 还有迫切 沈焰听得有些恍惚 就仿佛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都是她的错觉 昨天 我说给你准备了结婚纪念日礼物 你还记得是什么吗 片刻后 她才开口 你还给我准备了礼物 孟池欢一愣 老公我 沈焰觉得讽刺 那句话她说过两次 两次她的注意力都在宋池身上 竟然连半个字都没听进去 既然这样 那她就再说一次 昨天晚上 打开110那个电话 是我送你的第二个礼物 第一个礼物在床头柜的相册里 你去把字签了 从今往后 我们一拍两散 孟池欢顿时将诛 回神后激动起来 不是 老公你什么意思 不是说家人有约 那就是个误会吗 那个女人不是我啊 你怎么还听那件事情 一拍两散什么 你把话说清楚 电话里 她的语调带上哭腔 老公 你不能这么对我 沈焰听着这些话 产生了一种错觉 就好像出轨背叛 拎着小三登腾入室的那人 变成了她 她才是受害者 这是你应得的 她沉默了片刻 把电话挂断 随后 发了一段录像过去 孟池欢看到录像 浑身的血浆住了 她的双手开始颤抖 录像是家人有约的监控 那家店经过这么多年 早就成了黑店 房间里藏着摄像头 把她和宋池 在床上翻云覆雨的场景 全都拍摄了下来 她只觉得脑子嗡一声 彻底慌了 怎么办 怎么办 这东西哪来的 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给沈焰发信息 沈焰 我觉得是有人陷害我 视频里那个男的 的确是宋池 可是宋池昨天一大早就走了 我是后来才去的医院找我妈 这女的真的不是我啊 老公 你相信我好不好 我现在就回家 你在家里等我 之后 转身冲出了后机室 直奔家中 可打开门 里面却只有宋池一个人 翘着二郎腿 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屋里根本没有沈焰的影子 你怎么在这里 沈焰呢 孟池欢脸色有些难看 话没说完就直接冲进了书房 这才发现沈焰的电脑 工作笔记 以及放在抽屉里的各种证件 全都已经消失不见 只剩下一屋子 她买来送给她的东西 那些和宋池有关的 她一样也没有带走 沈焰走了 她的心凉了半截 想到她说的礼物 走进卧室 拿起了床头柜上的相册 在看到了里面的离婚协议时 她犹如被当头一棒 眼前一黑 差点栽倒 离婚协议 宋池出现在身后 勾起唇角 那就把字签了吧 反正事已至此 你也不可能真的和她 回到原来的样子 还不如留下来和我过 我不会签字的 孟池欢红着眼睛 一脸偏执 她想要丢下我一个人远走高飞 没那么容易 当着宋池的面 她把离婚协议似的粉碎 然后给沈焰发了个消息 老公 我说了 家人有约 那个不是我 不论你相不相信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跟你离婚了 你快回来吧 我们凡事好商量 这辈子 就算是死 我也要和你死在一起 宋池看着她这个样子 仿佛被人敲了一闷棍 她一把拉住孟池欢 将她的身子强行搬过来 强迫她看着自己 欢欢 你想和她死在一起 那我呢 我怎么办 滚 孟池欢一把推开了她 红着眼睛道 宋池 你是故意的对不对 是你说 只要我满足你最后一次 你就会放过我不再出现在我生活中 但你 你却录了相 发给了沈焰 对不对 她说着 打开视频摔在了宋池脸上 咬牙切齿丢下一句话 宋池 你想都不要想 低下头 她给沈焰发消息 我是不会和你离婚的 我现在就去找你 沈焰觉得有些恶心 她回了一条 我可以接受丧偶 说完 直接关机 刚把手机装兜里 公司派来接她的人就到了 没想到电话里那个神秘声音的主人 居然是老熟人唐宛如 她穿着白色的羽绒服 戴着南瓜橘色的帽子和围巾 站在风雪地 你瞧声声朝她笑 好久不见了沈焰 我等你可真是等得太苦了 沈焰总觉得 她这句话别有深意 尴尬一笑 她道 好久不见 学姐怎么留在了芬兰 我记得你那时候一门心思想回海城 我原本想去海城的 但是没想到 前段时间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让我觉得你迟早会来芬兰 所以我就在这儿买了套房子 等她的男主人到来 她脸上挂着笑 那笑容过于直白 沈焰有些招架不住 忙道 那个 我们先回公司 正要走 唐宛如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她拿起手机晃了晃 嘴角带笑 你老婆 谁 沈焰一时没反应过来 她已经接通了电话 开了免提 那边传来孟池欢的声音 唐小姐 之前我们订的那个房间 还留着吗 我明天一早就过来 留着呀 唐宛如笑了一声 突然靠近沈焰 温热呼吸喷在她耳边 半个月前 你老婆打电话 咨询我芬兰旅游的事情 订了森林酒店的房间 但男主人不是你 那时候我就知道 你该回来了 几乎不等沈焰反应过来 唐宛如就已经勾住她的脖子 吻了上来 学姐 你别这样 沈焰挣扎了一下 试图推开她 她现在还不想开始下一段感情 而且这太突然了 可刚挤出来两个字 孟池欢的声音就在耳边炸开 唐小姐 你在和谁说话 我怎么听着 像是我老公的声音 沈焰一把推开的唐宛如 站在不远处 表情复杂 你故意的 是啊 唐宛如眨眨眼 我和你老婆做了个局 正在仙人跳你呢 现在 出轨的人是你 你在想离婚 可就要近身出货 这么多年 你熬的那些夜 加的那些班 都要辅助东流 看着她脸上笑意消失 沈焰浑身冰凉 她下意识看了眼她手机 我真的没想到 你居然和她勾结在了一起 所以 你说的等我很久了 就是在和她里应外合 想把我赶出家门 让宋池住进去 是吗 她气得眼睛都红了 我告诉你 你们休想得逞 沈焰说完 拉着行李转身就走 她根本无法想象 如果孟池欢和唐宛如 之间认识 那她和孟池欢 这场恋爱到底算什么 当初 可是唐宛如说喜欢她 如果不是她已经有了孟池欢 她就要追她了 那个时候 孟池欢在海城 她在芬兰当交换生 和从小在京都长大的 唐宛如做了同学 按理说 这两人从未有过交集 现在不但有联系方式 还涉及仙人跳塔 沈焰攥紧拳头 觉得自己此生失败至极 人生中总共遇上两个女人 却都是来算计她的 风雪中 她双眼通红 鼻头发酸 昏昏沉沉正往公司方向走 唐宛如却突然从背后扑过来 紧紧抱住了她 哽咽道 沈焰 我在逗你呢 我怎么会和她认识 她是我社交平台的粉丝 私信我让我帮忙找酒店 才认识的 如果不是她提交了个人信息 我都不知道她是你老婆 而且已经背叛了你 沈焰 我只是心疼你 对不起 沈焰挣扎了一下 唐宛如把她搂得紧紧的 死活不肯撒开 沈焰 虽然这几年我在芬兰 你在海城 但是 你在公司那些事情 我都是知道的 你知道我听见你为了给她买房 没日没夜的加班 最长一次 整整十一天 只睡了八个小时 是我什么感受吗 可她怎么对你的 她住着你的房子 花着你的血汗钱 却在芬兰给小三订酒店 要一起出来玩 订得那个旅游套餐三万欧元 那可是将近三十万人民币啊 我真的 气不过 气她欺负你 气你任由她摆布 却不肯回头看一眼我 背后的身子微微颤抖着 她哭了 沈焰心头的怒火被哭泣声浇灭 仰起头来试图压制酸楚 泪水却模糊了双眼 天空一片白茫茫的 唐宛如每个字都说在她心坎上 所以 工资卡里面少的那三十万 是被孟池欢拿去给宋池订旅游套餐 花出去了 加上那一块表 就是她一整年的工资和奖金 都被宋池欢拿去给宋池献殷勤 到现在居然还一副无辜模样 仿佛背叛抛弃了婚姻的那个人是她一样 沈焰 唐宛如转过身来 哭过的脸上通红 仰头看向她 刚刚她打电话过来 我是忍不住想报复她一下 所以才对不起 没事 沈焰深呼吸了一口气 返回去道 我们回公司吧 她主动上了唐宛如的车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我和孟池欢还没有离婚 那边有冷静期 如果她不肯 还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去 这对你而言不值得 唐宛如上了驾驶位 哭过的双眼还红红的 但是语气却很坚定 沈焰 我已经等了你五年 再等五年 也等得起 车子启动 眼过路面上的积血 犹如剖开了沈焰埋藏在最深处的记忆 三年前那个冬天 唐宛如问她 一定要回去吗 她就那么好 让你念念不忘 那时候 她也像是今天这样坚定 此生 我非她不娶 现在想来 真像是一个笑话 沉默了好久 她说 我会和她离婚的 唐宛如扭头看向她 没有关系 无论你离不离婚 我都在这里 也没说相爱的人就一定要结婚 沈焰看着她 心情复杂 是她辜负了唐宛如 只不过以后不会了 接封焰之后 唐宛如也没有纠缠她 只是把沈焰送回酒店之后 发了的定位给她 这是我家地址 你老婆给送吃订酒店那天 刚买的 我也才搬进去 密码是你生日 只要你愿意 随时都可以来 沈焰目送她远去 想开口挽留 话到了嘴边 又憋回去 等她的身影彻底消失在视线当中 她这才转身回房 却没想到 刚一上楼 就看见孟迟欢正双眼发红地坐在楼道里等着 一双眼死死盯着电梯口 见她出来 便扑上来试图抱她 老公 你回来了 你怎么能丢下我一个人 自己跑来芬兰呢 明明说好了 我们一起去去做雪橇 看极光的 沈焰躲开她 和谁说好的 宋迟骂 孟迟欢眼神闪烁 你怎么又提到了她 我和她已经没关系了 你是不是还在怪我 沈焰见她还在眼 懒得和她争辩 直接把她下的订单复印键甩她脸上 森林酒店 欧洲半月游 好需要多少证据 我这里都有 孟迟欢弯腰捡起那张订单 双手颤抖 嗓音失真 但她依旧没有认错 而是质问她 这东西哪里来的 不等沈焰回答 她就咄咄逼人道 是唐宛如对吧 这个订单 是唐宛如一手经办的 如果不是她 你不可能得到这个东西 所以 你老早就和她勾结在了一起 是不是 宋侍说的没错 是你先出轨 背叛了我们的感情 所以才着急想要甩开我 暗中监视我的 对不对 你早就不想要我了 她生死历劫 像个疯子一样 开始胡搅蛮缠 丝毫不觉得自己错了 沈焰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沈焰看着她有些恍惚 和孟迟欢在一起这么多年 她真的没想到 她居然是个不讲道理的泼妇 但是现在 这些事情绑架不了她了 我不是 沈焰的回答有些冷淡 所以 孟迟欢 我们离婚了 孟迟欢僵住了 她抬起头来 呆呆地看了她半场 然后笑了 你的意思是 我们之间 已经没有了商量的余地 对吗 沈焰开口 正要说话被她打断 沈焰 我刚刚在电话里 听见你和唐宛如苟起的声音了 现在 你和我半斤八两 她上前 试图去拉沈焰的手 你和唐宛如不甘不敬 我和宋迟也发生了关系 我们都犯过一次错 扯平了好不好 以后 我不听你和唐宛如 你也不要再提宋迟 我们就在芬兰定居下来 好好过日子 好嘛 沈焰被她口中的扯平二字 差点笑死 她和宋迟从高中纠缠到大学 再从大学纠缠到婚后 一起约着去开房 还把人唐儿皇之带回家 而她和唐宛如之前没谈过 几年没联系 刚刚才见面 怎么扯平 沈焰笑了 想要扯平也可以啊 从今往后 唐宛如穿什么 你就穿什么 哪怕是内裤也要一模一样 以后 我把唐宛如带回家 睡我们的卧室 你住书房 或者住酒店 怎么样 你说什么 孟迟欢炸了 你把我当成了什么 我是你老婆 不是她的替身 我还以为 你是哪 沈焰拦得理会她 直接打电话给保安 你好 这里有人闹事 不多时 两个保安上前 这位女士 麻烦你离开我们的酒店 如果五分钟还没有下楼 我们马上报警 沈焰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孟迟欢哭了出来 你怎么能在一国他乡 把我赶出去 你怎么能这样 这不就是你之前 对我的方式吗 沈焰转身 进了房间 孟迟欢直愣愣 被保镖架着走出去 站在冰天雪地里 才想起沈焰不是海城人 她出生在号称 彩云之南的地方 那里山清水秀 对于她而言 海城也是一乡 为了她 沈焰放弃了回家 也放弃了去 她最喜欢的芬兰 最后留在海城 和她过日子 可是这几天 她却把宋池带回了家 让她去住酒店 外面也是冰天雪地 她无家可归 沦落到同样的境地 她才明白 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所以沈焰在赌气 在吃醋 她在吃宋池的醋 她心里还是在乎她的 想到这里 孟迟欢突然安静下来 给沈焰发了条信息 老公 我知道错了 我不该和前男友纠缠不清 让你吃醋难过 伤害你的感情 但是以后我不会了 你回来吧 只要你和我和好 我发誓 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和她 有任何关系 发完信息 她仰起头来 看着酒店八层 沈焰从窗户里 看着她冷笑 行啊 你去把宋池杀了 拿着她的骨灰盒子来见我 我就原谅你 玻璃窗到营里 隐约还能看见 她额头的伤口 孟迟欢那么护着宋池 甚至都到了不惜 对她出手的地步了 又怎么会真的对宋池下手 这时 公交车上下来一个人 急匆匆打着伞上前 将孟迟欢护在了风衣下面 欢欢 我们先回去吧 这么大的血 不要动感冒了 说着 挑衅往楼上看了眼 孟迟欢一把推开了她 宋池 你去死 去死 手包砸在了宋池头上 两人瞬间扭打在了一起 很快被警察带走 沈焰看完戏 冷笑一声拉上了窗帘 坐下来 打电话给国内的律师事务所 我想打离婚官司 一会儿把证据给你发过去 孟迟欢 你是不是疯了 为什么要对我动手 从警察局出来 回到临时租住的公寓 宋池盯着孟迟欢 眼神狐一 你别告诉我 这些年你是真的爱上了沈焰 她就是个替身 是个赝品 不 她不是 孟迟欢眼神颤抖 盯着宋池 我爱她 她不是任何人的替身 你才是赝品 我从初中开始 就喜欢上了她 她指着自己的脸 看到了吗 我为她整的容 全身上下 都是照着她课本里 那个女人整的 你才是赝品 她像是发疯一般 男男道 上高中后 我是找不到她了 所以才和你谈恋爱的 要不是你那时候 和她长得像 你以为我会理你吗 我用你练习 怎么对她好 怎么爱一个人 却没想到 没想到 最后成了习惯 等于沈焰重逢 爱上她 和她在一起的时候 她已经习惯了 对宋池好 习惯像是对待 最爱的人那样 对待宋池 只要宋池在身边 她就止不住的偏向宋池 也模糊了宋池和 沈焰的界限 孟池欢崩溃大哭 宋池都愣住了 呆呆地看着她扮上 指着自己 你说我是替身 孟池欢 你特么该不会是疯了吧 你为了她去整容 把我当成恋爱对象 她自己知道吗 她气得浑身颤抖 恨不得一脚踹死她 可她舍不得 她是孟池欢的恋爱对象 孟池欢却不是她的 她是她的初恋 宋池只觉得一口气憋在心口 忍不住一拳头 砸在了墙上 最后她给沈焰发信息 沈焰 你他妈知不知道 欢欢曾经为了你整过笼 你他妈是眼瞎看不见吗 她整容成了你意孕对象的样子 宋池的信息 沈焰收到过很多 保存了很多证据 可是现在这一条 却让沈焰有些迷惑 你在说什么东西 她什么时候整容了 我什么时候有的意孕对象 你以为我是你 神经 发完短信 她把宋池给拉黑了 妈的 宋池看着屏幕上 那个发送失败的感叹号 气得只想砸了手机 看到了骂孟池欢 人家什么都不知道 你在这里哭给谁看呢 我告诉你 现在全世界就有一个人在乎你 你要是不想和我过 你就一个人孤独终老吧 孟池欢抬起头来 眼底染上偏执的色彩 甜甜的叫了一声 她的名字 宋池 干嘛 宋池皱皱眉 见她表情柔和 便跟着也放软了声音 你可不要以为 话没说完呢 就被孟池欢打断 她说 只要我杀了你 她就能原谅我 回家和我好好过日子 宋池被气笑 孟池欢 你他妈神经病吧 沈烟那是气话 你还当真了 可看她那个眼神 披头散发的样子 她真的有些毛骨悚然 但宋池欢却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话锋一转 很温柔地说 宋池 我订的欧洲半月有 明天就要开始了 今天晚上 我们入住森林酒店吧 她缓缓上前 拉住她的手 眼神浅浅地看向她的脸 我陪你去看麋鹿 做雪橇 看极光 扶手 她在她手背上亲了一口 柔声说道 把所有的愿望都完成 四周寂静 只剩下雪落的声音 宋池看着她这个样子 有些迷糊地点了点头 欢欢 你 真的想开了 嗯 我想开了 孟池欢看着她 说 那 我去给你做饭 宋池搓了搓手 只不过 我之前没怎么做过饭 可能做得不好 你将就一下 孟池欢坐在窗边点头 好 眼神和语气 都温柔得不可思议 宋池朝着她笑了笑 转身进了厨房 孟池欢低下头 给沈彦发了条信息 于音的声音甜蜜蜜 老公 我很快就会完成你的要求 你一定要在酒店 好好等我回来 我们一起补圣诞节 还有结婚纪念日 神经病 沈彦翻了的白眼 给她回了的信息 律师明天会找你谈离婚 本来以为孟池欢会纠缠 但是没想到 之后 再也没有任何消息进来 开始她也没多想 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 她收到的消息 就变得奇怪了起来 老公 我和宋池去森林酒店了 她做的洋葱全壶了 但是很好吃 老公 我和宋池今天去看麋鹿 做雪橇 看见圣诞老人了 老公 与之相配的是好几个图 看上去很甜蜜 宋池好像也没有 以前那样公子哥了 反倒对她照顾有加 所以 孟池欢是在跟宋池秀恩爱 等着她吃醋回头吗 沈彦觉得想笑 没理会她发来的信息 直接去公司上班 不容易啊 千呼万唤真的把你给等来了 这是刚到手的案子 非常棘手 就交给你和宛如了 经理直接把文件给了她 还伸手拍拍她肩膀 一语双关道 加油 我看好你 一旁 唐宛如笑得很得体 只是脸上有一抹红韵 两人都是行业中的佼佼者 经理口中棘手的案子 两天下来就被他们搞定 庆功宴后 唐宛如借着醉酒 问她 沈彦 我那房子130平 又在湖边树林里 我一个人住着冷清 你真的不搬过来吗 沈彦看着她 要说不心动是不可能的 还不到时候 她点了一根烟 拍拍她的肩膀抱 回去吧 等我把烂摊子收拾清楚了 就来你的小森林看看 一言为定 被拒绝后 唐宛如的眼眶有些发红 但还是笑着 朝着她伸出手 沈彦迟疑了片刻 和她勾了勾手指 一言为定 这一个下午 她都没有再收到任何信息 反倒是律师给她打了的电话 沈先生 我联系过您的妻子 但是她拒绝了与我沟通 还说让我不要打扰她 她正在给你准备赔罪的礼物 什么情况啊 你们要和好了 没有的事情 你继续和她谈吧 如果明早她还不肯正面回应 就直接起诉到法院 对于孟池欢 沈彦现在没有什么耐心 可是 你妻子说 是你让她准备礼物的 律师迟疑到 沈彦正想否认 忽而想到前天那条信息 行了 你去把宋池杀了 拿着她的骨灰盒子来见我 我就原谅你 心头突然咯噔一下 她赶紧挂断电话 把宋池从黑名单抠出来 给她发了的消息过去 宋池 你在哪里 这个疯女人 她该不会是要当真了吧 沈彦心里有些摇摆 虽然孟池欢大概率是在拿她算着玩 但是万一呢 万一她真的疯了 那她就是教唆杀人 原本昏昏欲睡的沈彦睡意全无 直接给孟池欢打电话 孟池欢 你人在哪里 对面传来哗啦啦的水流声 随后 是孟池欢填得发腻的声音 老公 快了 再等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之后 我就能带着求和的礼物来见你了 你在酒店等我 好不好 我不能没有你 你到底在哪里 沈彦心头好警钟大起 赶紧把定位发给我 可是 孟池欢挂断了电话 在打的时候 她的电话已关机 妈的 沈彦顾不上睡觉 只得起来穿好衣服 下楼冲进车里 给宋池发了的信息 宋池 马上跑 孟池欢要杀你 宋池还是没有回应 沈彦愣住了 盯着手机看了几秒 然后给宋池打电话 宋池的手机一直在响 可是没有人接听 沈彦只觉得脑袋 嗡嗡作响 她当时就说了一句气话 而且之前 孟池欢那么护着宋池 就连宋池手机掉脸上了 她都大惊小怪的 要说她会对宋池下杀手 谁行 可是 这两天发生的事情 就让她越想越诡异 不行 她必须要阻止 孟池欢发疯 离婚是一查 杀人就是另一查了 沈彦没办法 只得打电话给唐宛如 宛如 你快帮我一个忙 帮我定位一下这个手机号 好 片刻之后 唐宛如发了定位过来 沈彦顾不上别的 打开定位直奔目的地 目的地是一处温泉 她过去的时候 宋池正靠在温泉里 而孟池欢坐在她的背后 一只手正在温柔擦拭她的身体 沈彦看着这一幕 放松下来的同时 一股恶心涌上心头 可就在她转身要走的时候 眼尾余光却瞥见孟池欢 从衣服里摸出一把匕首来 明灿的光 即便是在冰天雪地和温泉的雾气里 依旧显得清冷摄人 她把放在宋池身上的另一只手收回来 双手握住刀柄 蓄力 然后 狠狠朝着宋池的后心扎了下去 嘴巴里 喃喃的语气异常甜腻 宋池 我送你去天国 天国里面没有相思 没有痛苦 也没有 眼看着刀尖扎在身上 宋池却毫无反应 沈彦瞪大眼睛 已经顾不上三人之间的恩怨情仇 大喊一声 宋池 快跑 宋池冷不丁听到她的声音被吓一跳 面而来的匕首恶然大惊 孟池欢 你他妈来真格的 匕首划过她的胸膛 留下一抹血迹 她震惊无比地盯着对面的孟池欢 看着她漂亮的脸蛋和温柔的眼神 却犹如见到了女鬼 孟池欢 你是真的疯了对吧 你为了杀掉我挽回沈彦 居然费了这么大的周章 是啊 孟池欢笑着 眼神疯狂 但是宋池 我也不见你的 我答应你的圣诞节 雪橇 麋鹿 激光 所有的一切 都给了你 不是吗 现在 你去死吧 猛然间 她握着匕首 胡乱朝着宋池身上挥砍而去 宋池滑道在温泉里 沈彦上前一把抓住孟池欢 一口气在胸膛里发泄不出 别杀了 我原谅你 真的吗 老公 孟池欢扭头 看她的眼神分别明亮 沈彦红了眼睛 眼泪止不住地从眼眶里往出涌 可她却感觉不到 一丁点的爱与感动 能够察觉的只有绝望 真的 回去的路上 孟池欢一路抱着沈彦 哪怕是沈彦在开车 她都不肯松开 到了晚上 她也不肯睡觉 只是死死地抱着她 沈彦没有办法 只能和她一起熬着 一直熬到了第二天早上 她终于撑不住 老婆 你先松开一下 我上个厕所 孟池欢不肯松手 我要和你一起 我胃疼 你去帮我买个马丁铃 好吗 沈彦有些眩晕 她感觉自己快要崩溃了 孟池欢看了她好久好久 才说 好 那你就在这里等着我 哪里都不要去 沈彦报了警 可是没有想到 十分钟之后 有人打来电话 请问您是沈彦先生吗 这里有个人命案 可能和你有关 麻烦你下来一趟 什么 沈彦一将 没反应过来 但她还是迅速穿上衣服 冲下楼去 白茫茫的大雪当中 孟池欢倒在血泊里 大口大口的吐着血 沈彦 你和宋池一起算计我 对吗 沈彦说不出话 刚刚的确是她算计她 让她去买药 然后报了警 可是 是谁要杀她 沈彦扫了一眼四周 除了她自己和警察之外 四周其实并没有人 只有孟池欢的声音 穿透风雪而来 犹如九幽地狱爬出的恶鬼 你语文课本里 那个女人究竟是谁 什么 沈彦皱眉 下意识摸出手机 拨打救护电话 别白费力气了 孟池欢却吃笑了一声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是你叫了警察 不就是想要把我抓起来吗 我不会进监狱的 喝 喝喝 她笑着 吐了一口血 倒在了地面上 气弱油丝 沈彦 我这辈子 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遇见你 又看见你书里那个女人 现在 如了你的愿 让你丧欧 说完 她就闭上了眼睛 你在说什么东西 她说的话 沈彦一个字都听不懂 她有些慌乱的上前 想要把她抱起来 让她撑住去医院 却被冲出来的宋池撞开 欢欢 欢欢 你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要这样啊 宋池抱着她崩溃 抬眼看向沈彦 瞳孔颤抖 沈彦 你知不知道 她从小到大 爱过的人就只有你一个 沈彦被撞了个猎前 盯着他们说不出话 但是她眼中的迷茫 却也让宋池明白 沈彦什么都不知道 等救护车来的时候 孟池欢咽了气 宋池哭得昏天黑地 沈彦看着这一幕 感觉自己完全就是一个外人 可又被奇怪地牵扯 在这段关系当中 内心沉痛无以复加 她有些麻木地 跟着警察去做了笔录 因为涉嫌人命 孟池欢的尸体 被大使馆接走 她作为家属跟着回国 但是宋池也跟着来了 这一次 她没拒绝 两个人坐在飞机上 心情都无比沉重 是沈彦先开口 她口中的 语文课本里面的女人 是怎么回事 宋池都被气笑了 沈彦 你可真行 但见沈彦真的不知情 她才叹了口气 说 我现在成年了 再加上做了个微整 所以和高中的时候不一样 如果你见过我高中时候的照片 可能就会觉得 我们俩长得有点像吧 沈彦愕然 你整容了 宋池眼底一片苦涩 我是一人 微整很正常 但是我没有想到 在遇见孟池欢之前 她已经整容了 沈彦更加震惊 她才发现 和孟池欢在一起五年多 她竟然对她的过往 一无所知 孟池欢也从未 对她说起过这些 那她为什么整容 沈彦问 宋池扭头盯着她 我真的替她感到不知 沈彦没说话 宋池叹了口气 道 她整容 是因为发现 你语文课本当中 放着一个女人的 露物体照片 她以为 那是你喜欢的人 为了和你在一起 她整容成了 那个女人的样子 忽然 她画风一转 看向沈彦 那个女人是谁 沈彦仿佛听了一个 不属于她的故事 绞尽脑汁 她也没想起那张照片 宋池忍不住 提醒了她一下 既然你不记得照片 那么 你还记得乔启欢吗 沈彦猛然一将 仿佛被雷击中 她的初中同桌 叫乔启欢 记忆中 她经常坐在窗户边上 看着外面的花坛发呆 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她是转学生 和其他同学 都很少说话 唯独和她 总有说不完的话 打听这打听那 就查查她家的户口本了 开始她有点烦 逐渐的 她有点喜欢她 只可惜后来上了高中 她就因为父亲工作 调动的原因去了外地 逐渐的忘掉了这么个人 想到这里 她的心跳加速 你是说 孟池欢是乔启欢 没有错 乔是她爸爸的姓 后来她爸爸和她妈妈离婚了 所以她就改成了孟启欢 宋池说到这里 眼眶发红 我在高中时候遇上了她 开始的时候她很高了 和谁都不说话 一心只知道埋头学习 后来有一天 我们打了个照面 距离很近 她突然开口 说 你看起来好眼熟 我那个时候 还以为她是喜欢上了我 故意搭讪 说她搭讪的方式好俗气 宋池哽咽起来 低头任由眼泪掉下来 从那之后 她学会了打扮 做饭洗衣服 甚至偷偷跑去我宿舍 把我换下来的衣服洗掉 闹得全宿舍都笑我 我以为 那一切都是因为我 却没想到 我只不过是你一个替身而已 宋池自嘲一笑 突然抬头看着沈彦 你遇见她的时候 没觉得她和你课本 你那个女人很像吗 沈彦说不出话 直到现在 她才隐约想起那照片的事情 道 那不是照片 是当时有人恶作剧 往我课本里放的打印图 故意整我的 发现之后 我就丢垃圾桶了 到现在 自然什么也不记得 宋池文言 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还以为 是什么女人了不得的照片呢 孟池欢就是一个傻逼 沈彦看着她这个样子 突然感觉她们三个当中 只有宋池是那个唯一真实的爱过的人 她不知道说什么好 最后 只能拍拍她的肩膀 道 别哭了 把我钱还回来 宋池摘下手上的表丢给了她 又转账三十万 我家不差钱 我知道 你要的是偏爱 沈彦看向远处 太阳消失在了云层里 云海一片辉煌壮观 但在壮观也是虚无 那里什么都没有 就像她和孟池欢的爱情 从一开始就已经结束 结束在乔启欢变成孟池欢 结束在那一张并不存在的照片里 也结束在一场荒诞悲剧里 她不知道说什么好 下飞机的时候 宋池突然问 如果她没整容 如果她跟你表白 你会和她在一起对吧 沈彦猴头滚了滚 会 那是她无疾而终的初恋 宋池拍拍她的肩膀 唐宛如人不错 起码是正常的 不要辜负人家 沈彦一回头 才发现夏季的人群中 唐宛如正微笑看着她 虽然一言没发 却触手可及 飞机落地了 沈彦问宋池 接下来 你要去干什么 我去送她回家 宋池的眼中有泪 毕竟 孟池欢她 是我的初恋 宋池抱走了孟池欢 沈彦站在飞机场的台阶上 望着远处熙熙攘攘的人群 扭头看向唐宛如 这人生 就像是大梦一场 唐宛如问 你难过吗 沈彦红了眼眶 我不想骗你 唐宛如说 你哭了 但你哭了 才是我继续爱你的理由 全文完